另外是昨天也有一樣 再次說明一下 有關戶外戴口罩的部分 那主要我們還是一樣維持外出的時候 應該是全程被戴口罩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但是在哪些的場合 就是說像榮林 榮木葉 那因為他都在田間餘溫 其實他本身整個 這個 附近都沒有其他人 可能只有他或是他的 夥伴 那也彼此之間有一定的這個社交距離 那在工作的時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那像在森林裡面 包括像森林遊樂區 高山 登山等等 那海濱的活動 那都沒有 都可以跟其他人保持一個適當的一個社交 距離的狀況下 那他都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不需要佩戴 但是身上還是要隨時佩戴 就是他如果覺得在整個行進間也好 或參與 活動的過程 發現旁邊也已經有一些 跟其他的人會有比較近距離的接觸 那就基於個人應該要有的這個安全上 他就 就隨時準備好口罩 可以做佩戴 那我們也特別說明 如果在上述的這些空間裡面 有人潮聚集的狀況 那你會跟其他人共同工作活動 沒有辦法保持 社交距離 就佩戴口罩 所以這個 我們的 在這次這個調整戶外口罩規定的 裡面 我們就在這裡有所這個說明